神就是爱 我们容易了解吗 这是最容易了解的 因为我们都有某种程度的 某种性质的爱 是我们一定要经历 否则我们不能成全的 也不能健全的长大的 我们至少有父母的爱 或者你说我是孤儿 没有父没有母 你有保姆的爱 你说我也没有保姆 你至少有你的朋友的爱 你有你同学的爱 有你邻居的爱 或者什么都没有 到最后有一个人 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 看到你 他爱上你 你说有那个人的爱 至少你懂得什么叫做爱 所以当神就是爱 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 很容易被了解 所以今天的我们看见 你讲神就是爱 很多公平 你用爱不道 很多人了解 你讲要接受上帝 就是接受那个爱我们的主 很多人举手 要做不道家 很容易的 我告诉你 你要包做成功不道家 有路的 但是我今天就很讨厌 那些五篇道 走遍世界 到处讲同样东西 到处交流来流泪的不道家 我要告诉你 你听希伯来书 听几年的 每天听不一样的 你才知道 有一些不道家 不是几篇道 走遍世界的人 你懂吗 教会不是那样贫穷 你讲上帝就是爱 很容易 因为人都有那个感受 人都有那个需要 但你讲上帝就是生命 也不难了解 因为我们都有生命 我们都曾经经历过人 虽然我们经历做人的 这个生命的过程中间 不等于我们明白 我们这个过程中间 人的生命到底隐藏了多少东西 不等于我们已经明白了 什么叫做人 什么叫做人的生命 至少我们有人的生命 我也正在经历人的生命 所过度中间的这个生活 所以你讲上帝就是爱 上帝就是生命 很容易了解一些 但你讲上帝就是光 很难了解 所以今天开布道会 用上帝的爱开布道会 大有人在 你一直讲上帝就是光的 很少人来 结果光光的 很不容易 上帝是光 这个很难讲 很难了解 但在这些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是光 我们先要从物理界的光 去了解 有超物理的光 这光到底是什么 我越想越不明白 我不是逃避 我也不是懒惰 我是真正的好好思想 研究 查考 比较 去了解 什么叫做光 我也是教哲学 教了几十年的人 我知道光 在整个哲学思想历史里面 有很多层次 当启梦运动来到的时候 人认为人是最开明的 人认为做启梦的 就用了拉丁文一个字 就是用光的照耀的那个字 变成理性世代 变成这一个启梦世代的 一个代名词 Enlightenment 你记得吗 启梦世代叫Enlightenment era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德文叫做Alfglero 光 光这个字在阿拉伯文 Nur 同西伯来文Nur 相同的 原始从西伯来到阿拉伯 到回教 又到马来西亚到印尼 都是一个字 这个字就是那个 发出来的光辉 那个光辉从这个 本体中间 照射出来的时候 就变成一个 辐射的东西出来了 这个叫Nur 而每一个道德 与光之间的关系 就是人里面 有个道德的光 那个光跟自然光 又不一样 到底在这里 西伯来说要讲的 上帝永远的光 会是什么呢 耶稣基督在世界上 我是世界的光 又是什么呢 到底我们讲这个 宇宙的 天然界的 物理的光 在天体中间 照射的光 在太阳系里面 这个光 我们这个光是 受造界里面 天然的光 我们又思想到 道德界里面 伦理的光 我们思想到 文化界里面 理性的光 有许多不同的光 到底的光 到底有多少层次呢 闻天乡的诗歌 要取他的担心 要做什么 照汉情 有什么好照的 光吗 对不对呢 留取担心 照汉情 我们要永中要主 我们要为主宗 发出永光 什么意思啊 你涂一点油 把它用蜡烧烧掉 让你可以光光的 是吗 或者满身就涂了 放了很多的 小小的电灯 用电池 为主宗发光 是吗 按着发光 怎么样为主宗发光 为民族发光 什么叫光呢 光中要主 你怎么样 光要你的祖国 光要你的民族 光要你的祖先 光要你的同胞 你怎么光 光要你照射 这个以后的后代 怎么敢 怎么可能 这光到底是什么 我们全从自然界的光来 上帝造了物质 但又造了能看见 他造了物质的滑眉 智慧奇妙的眼睛 所以眼睛是物质 但眼睛有超物质的功效 它的功效是什么 是唯一能看见物质的物质 大家说 眼睛是唯一能看见物质的物质 我刚才跟你说 钢琴呢 也有它自己存在的物质 更多它在哪里 它有部分不满意 它不在哪里 因为它不知它存在 也不知它应当在哪里存在 更不知道它的存在 它的位置 它的位分 应当有什么功用 喊它的官司 是什么 它不知道 对不对呢 那么钢琴就不知道 它旁边的 到底是一个钢琴家在弹呢 或者一个傻瓜 或者一只猴子在乱弹 它不知道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自信 虽然它隐藏着 可能发生 可能产生 非常美妙的 应用的可能性 the potential of fine music is there but he himself is not musical 有明白吗 所以这样呢 那个在它之外 对它的存在 能欣赏的 能了解的 能定位的 那个好好产生 功用的演奏者 就变成它的主体 它变成那个人的客体 这一个被造的万有 造的多美丽 我们怎么知道呢 上帝啊 你所造的何其美 上帝啊 你的名字 全地何其美 这句话什么 这句话表示 你看见了万有 后来你忽然看见了 超过那能看见的 万有的以上的 不能看见的上帝 那你不是因万有 把荣耀归个万有 你因万有的荣美 把荣耀归个 创造荣美的荣耀的上帝 你明白吗 就很深的东西 你明白吗 是